偽單親媽媽的訴苦大會 謝謝黃醫師 師傅好 我就讓你們罵個夠 好 我們今天有三個 訴苦大會的主題 是 大家聽好喔 不要罵錯喔 好 第一個來 3 沒有人替娘撐腰 大家有這種狀況嗎 真的沒人幫你撐腰 在家覺得 好像自己生意很小 好像我 我老公就是長期在國外工作 然後我跟他結婚6年 他大概有一半的時間 我們都是分隔兩地 對 而且這一半的時間 大部分都是重疊在 就是有小孩之後 對 對 所以像我生第一胎的時候 我老公就剛好在 剛好在科威特工作 好美喔 我覺得是哪 要不要問這樣 老公是賣軍火還是 然後我當下真的 就是覺得怎麼辦 如果真的出了什麼事情的話 我見不到寶寶 我也見不到老公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 對 然後我就問醫生說 那可不可以再等一下 然後他就說 你可以等 可是情況不會改變 寶寶等不了 對 還有可能會傷到寶寶的鬧 哦 對 然後我就說 怎麼可以 我要讓我小孩 捏哈佛的 然後我就 我真的是硬著頭皮 科威特也有哈佛大學 是不是 不是 我就是想說 好像捏哈佛 像林書好一樣 對 然後我就硬著頭皮進去 然後我應該是差不多打了嗎 所以我就昏迷了這樣子 然後醒來的時候 我已經在回護士 然後護士看到我醒來 就把寶寶給我 對 然後我就抱著寶寶 就看著隔壁的床 都有爸爸媽媽媽 寶寶這樣子 我就覺得好像臉好心酸哦 可是重點是哦 就是隔壁床的婆婆媽媽 就看到我一個人抱著小孩 然後就還看到寶寶很瘦這樣子 然後就說 你是不是不期待這個寶寶啊 幹嘛這樣啊 這樣玩啊 你又那麼麻煩了 你隨便去路上找個男人來 去做到爸爸回來 真的很麻煩 對 我這個都不能出言了 然後我就說沒有沒有沒有 他爸爸在外地工作 很快就回來了這樣子 對 所以爸爸應該也心急如焚吧 對啦 所以他一定也是 可是我真的是很尷尬 然後覺得很心酸這樣子 因為我老公還是長期就是在上海工作 所以就很長期就不在家這樣 然後我就會 上海說不過去耶 上海那麼近 三個、兩個多小時 三個小時 工作繁忙 對啊 是真的 對 對 所以要說上海了 內湖離我家都很遠 對啊 所以我就會很常買一些小朋友的書 然後這些自己在家也可以使用的教具 然後我也很常帶小朋友出去玩 對 想說這樣小朋友應該 童年就會比較開心 你就彌補一下爸爸不在的遺憾 對 然後就沒想到有一次我就帶小孩去長輩家吃飯 結果那長輩就忽然開口罵我說 你老公賺錢這麼辛苦 你不去上班幫忙賺錢就算了 你還整天帶小孩出去亂花錢 哎唷 你到底有沒有老公在心疼啊 然後我就很委屈啊 就 就 當下就有點不太愉快這樣 當天回家我就很難過 就打另外給我老公嘛 是 就想說他應該會稍微安慰我一下 對 想說沒關係錢不是問題之類的 結果沒有 他竟然說 其實他說也沒錯啊 喔 你是不是覺得我上班一點都不累 然後賺錢很容易 像你這樣整天在家裡帶小孩 你根本就不知道上班的人的壓力 喔 然後我中間就這樣 對 我心裡就總是說 拜託 我 出去買東西又不是買我自己的 而且如果你今天在的話 我會需要這樣出去花錢嗎 對 對啊 我們是因為家裡最近弟弟脾氣不好 就是一不高興就趴在地上哭 是 然後我老公就在罵我說 就是因為你把小孩寵壞 你就是下次要制止他 嚴厲制止 就是讓他在地上讓他哭多久 你就看他放在那邊哭沒有關係 後來有一次弟弟又哭了 我就錄影給我老公我說 你看喔 你兒子又在哭了 又是這樣 我就沒有理他 我老公罵我 他說 你這個時候還有時間錄影 你應該趕快把他抱起來 才對啊 你現在打他給我視訊 我現在要安撫你兒子 我超氣 我想說現在怎麼樣 我教以後他又要這樣 那很生氣 但是我還知道 如果真的譬如說偉丹青媽媽 長期都在演壞人 對親子的關係 會不會有影響 小朋友會不會就不親或什麼 我覺得會啦 真的嗎 有啦 沒有啦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講一個比較極端的 很多媽媽她叫身兼父子 她叫身兼母子 是 所以呢 她就把所有其他 家裡其他長輩犯的錯 通通懶在自己身上 對不對 比如說小朋友呢 這個 比如說家裡有公公婆婆 或是阿公阿嬤 寵她 然後給她糖果 然後你把她叫來 不是跟你講 下次阿嬤跟你 要說謝謝不要 怎麼可以這樣拿了 或者是 對這個老人家不禮貌 你怎麼可以對老人家不禮貌 發展 就你把別人 別的家人 跟她之間的相處的那些 不管是規矩的問題 或禮貌問題 通通把處罰攔在自己身上 可是我們不叫沒有別人叫啊 對 可是你看這個就會有問題 小朋友以後她就會覺得 只要看到妳就沒好事 我不得罪妳我也會被罵 因為我得罪別人妳也罵我 我得罪妳妳也罵我 反正我看到妳就不會有好事 她就會常常躲著妳遠遠的 但是她心裡會很焦慮 走不了 所以有一些心理學家會說 其實有些小孩子會故意在 這個老人家面前 犯妳說不能做的事情 給妳看 她要知道說 妳到底有不有 妳到底愛不愛我 就是她藉由這個動作來說 妳到底愛不愛我 結果妳果然就中招 就過來 哇 這個事情 所以又不然前面第一位 我好愛妳啊 就過來 對 給妳零食拿拿看啊 沒有關係 對 不過今天呢 來了一位Stacy小姐 她的老公呢 是我圈內裡頭認識 脾氣最好的 她管教小孩跟妳管教小孩 應該很不一樣吧 她真的心機很重 像她雖然沒有在科威特 她雖然人在家裡 但是她 人存在 但是沒有勇氣 她說 對她 因為她從小就是 我覺得這跟家裡面 生長環境也有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梁島 就是我們的爸爸 是非常的有威業 是 對 所以她從小跟她的爸爸 她就有一個距離 那我覺得她心裡面就打定 她跟我說 她要跟我的兒子 一輩子當好朋友 對 所以當我們家小孩 只能做錯事 像比如說 帶一天小孩啊 那小孩一直會亂丟東西 在她這一歲多的時候 很會這樣亂丟東西 那我就一直說 不行不行不行 都沒有我用的時候 爸爸終於回來了 我想說 太好了 有人可以幫我 我就看到小孩子又丟東西 我就趕快拾眼射 我說 爸爸 你知道我們爸爸就說 唉唷 這個不行這樣子喔 可是你看 又好遠喔 爸爸棒棒 我就想說 這好像我可能試錯意了 對 她又丟我就 爸爸 不是這樣 爸爸 然後她就說 不 爸爸 我的小寶貝 爸爸好愛妳喔 我真的不知道 她到底是在管教小孩 還是在跟小孩子建立關係 是 對 她就是把這個 你知道嗎 這個灰臉就是 莫名的由我來當 我們沒有辦法抗拒 你知道嗎 她會顧在外的形象 像阿建老師也是一個 對外是一個好好先生 絕對是 但是他們有情緒 有情緒對誰 就對他們最親密的人 就譬如說是老婆 對啊 所以他們最壞的那個情緒 都是對我們 你知道我在家裡帶小孩 真的是戰戰兢兢 非常的害怕 因為他非常疼惜他的兒子 小時候我兒子非常的皮 他一定要把那個體力 全部都耗掉 所以有時候在家顧真的很累 那我就想說 帶去外面晃一晃 就讓他跑一跑 有一次就是他的體力 還沒有完全耗盡 所以就帶進餐廳 他就還想跑 還想動 所以一進去 我剛坐下來 他就從位子上離開 就像箭一樣的衝出去 然後你知道他那時候兩三歲 那個高度剛好 頭的高度跟餐桌的高度 是一樣高 所以他箭子的衝出去之後 就直接撞到前方的桌 就被彈回來 就倒下來 然後我那時候就過去看 他用手摸著頭 那個鞋已經從手上離開 那時候欣賞大事不妙 我心裡非常的慌 其實如果以百分比來講 我心疼我兒子百分之四十 害怕我老公是百分之百分 我心疼 對 我也很害怕 那個心在害怕這樣很可怕 我是害怕我老公 果不其然 我就趕快把他帶去急診 我老公在錄影 他連代班都沒找到 就把節目空著 他就飆車飆來急診室 看他的兒子 然後那時候他來的時候 已經縫好了在休息 你知道他從外面 我看他遠遠的 又跑的跑進來 跑過我的身邊 眼睛那個連余光都沒有 找我這樣 跑過去衝到病床前 就把他的兒子抱在 那個身上就貼得很緊就說 我親愛的小寶貝 妳受委屈了 爸爸知道妳受苦了 爸爸心疼妳 然後講這些話 那整個過程 眼睛都沒有看過 那一整個過程 都完全沒有看過 我就是跟一個護士一樣 就是沒有我這個人 直到後來他把小孩哄睡了 他才看到我 轉過來就是 是怎麼把小孩弄成這樣 對 然後我老公還常常在 就是小孩子如果有一點疲 兩個人在玩玩 那很開心他把小朋友都瘋了 然後小朋友有點歡的時候 他怕那個場面收不回來 他就趕快跟小孩講說 你不要再吵 現在媽媽來了 那小孩一定要吵 然後我等一下就叫媽媽 媽媽來喔 小孩子就在那邊笑 然後就好像有點排斥媽媽 對 後來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挽回這個局面 是 一定要 所以我就常常趁我老公 不在家的時候 我就問小孩說 你最愛爸爸還是最愛媽媽 真的 好可怕的問題喔 不因為爸爸在 還以為妳要講出什麼好傷而已 我兒子 我兒子面面俱到 他就說 爸爸媽媽 如果他把爸爸講在前面的話 我就說你講真的爸爸媽媽 我剛才是打算帶你出去買玩具的 你說爸爸媽媽是不是 他說要去哪 我就說去美麗華 他就說 媽媽 對 然後後來我就帶他去買玩具 買玩具之後 我還跟他講說 你看這個玩具是不是 你上次跟爸爸講說想買 但是爸爸說太貴了 不買給你的 沒關係 媽媽買給你 你最後爸爸還是媽媽 媽媽 像我兒子跟我女兒都一樣 就是他們天性就是活潑好動 那以前我會想說乾脆不要帶出門 但是他們已經長大了 不可能一直關在家裡嗎 所以我一定是帶他們去上課 或什麼之類 但是問題是他們是嗨起來 就完全無故人事務 你知道嗎 撞到東西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要一直道歉 出去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他爸爸講 他爸爸說 不會吧 我覺得他們很文靜 很乖啊 然後有一次我就趁他回來的時候 我乾脆直接帶他去上那個音樂律動課 可是我兒子真的很反骨 他就是 大家做什麼他就做相反 比如說大家站起來跳舞 他就躺下 對 然後大家坐著的時候 他就開始衝來衝去衝來衝去衝來衝去 然後有時候就會 真的就是不小心撞到別的小朋友 然後我老公就會趕快 對不起對不起 趕快跟別的媽媽對不起對不對 可是我兒子哪有受影響 他第二個 剛才三分鐘嘛 又起來然後又撞到另外一個小朋友 然後我一直看到第二個就進去 然後我兒子好像 我老公好像看到救世主義啊你知道嗎 就說 終於來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不然我們今天先帶他回家好了 因為我們需要跟他溝通一下這樣 對 所以就趁這個機會 我就跟他說 以後任何教養上的問題就是 要無條件地站在我這邊 對 因為每天跟小孩朝夕相處有人 是我 我是他 可是我講的這一段話 我覺得比較不像抱怨文 比較像炫耀文的感覺 對 對 因為你已經找到你的方法啦 對 但是我跟你講我老公也是 經過很長的時間 才被訓完 而且你這個方法是先挖一個線 讓你老公跳進去 你現在要不要起來 可是沒辦法 有些老公就是你知道 死鴨子嘴硬 他就是覺得他的方法就是對的 其實現在所謂的偉丹青 我自己的分析還有 什麼意思 真性偉丹青呢 就是真的身邊不在 科威特那種是真的 對 但是真性偉丹青有解決方案 我們自己現在認很多產品 在外地工作 他要生的時候 臨時生 都是對著 視訊 視訊直播 然後告訴他 其實那個心還是貼近的 其實那個心裡是到的 因為你知道 真的沒有辦法 另外一種比較麻煩的 有點像Stacy 但是我幫小蘭哥講一句話 小蘭哥我相信他的心是在的 假性偉丹青就是怎樣 人在 一方面時間也許沒回來 但是有時候時間在他旁邊 可能是在睡覺 或者是他的教養方法跟你不一樣 那反而是一種負面教育 其實會打亂你的節奏 那我自己在看 其實我覺得有一招是很好 剛剛已經用過 我本來有獎勵就把它用完 真的耶 如果上次幹過一日這種事以後 以後對我太太就非常尊敬 老實講過 我雖然結婚十八年 我以前也心裡也一直過 在家裡又沒什麼事 怎麼那麼多事 你拜託你做的都沒做 你在忙什麼 後來有一次我一整天在家裡 我發現 哇賽 我太太從七點 我都開始到晚上十點 非常厲害 沒有停下來過 從早上開始做早餐 然後小孩子出去以後回來 然後接下來再打掃家裡 然後摺衣服洗衣服 晚上再做一些東西 原來七點到晚上十二點 就沒了 所以從十以後 我就對他非常的尊敬 因為你知道那時間佔比 而且我後來有一些文章 我自己顧過也是 就不要跟太太談 工作的壓力跟時間比 因為如果工作壓力跟時間比 你把它換算起來 你所有薪水給他 你還不夠 真的耶 所以真的不要跟他計較 因為我們在外面的工作 相對於在家庭主婦 在家裡的工作 我覺得還是輕鬆 因為我們做的事情 是專業的事情 其實他很快的只是花時間勞力 而且是你花很多習慣的事情 在家裡的變動性太大 所以老婆還是最重要 因為人家要把他顧好 因為換老婆很麻煩 對 保仁醫師 保仁醫師每天講這個 都特別的真誠 好像特別的貼心 對 因為今天大嫂來攝影棚 真的嗎 在哪裡 大嫂好漂亮 是大嫂比較想換老公吧 好的 所以我們真的 今天提醒每個 平常不在家的爸爸 既然平常不在家 更要替老婆撐腰 沒錯 然後旁邊的親朋好友 也要替那個 偽丹青的媽媽來撐腰 對 不要落底下死了 第二個 如果偽丹青家的媽媽 會有什麼樣的訴苦呢 就是沒有人陪 沒有人陪 很難 非常 尤其那個小寶寶 還不會講話的時候 對 你看我看 妳然後身邊都沒有會講中文的人 對 感覺非常不好 我啊 我就是我寶寶現在才一歲嘛 現在已經到現在 已經有一點會媽媽爸爸 可是在之前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老公就是 自從我小孩出生之後 不知道我的幻覺還怎麼樣 我覺得我小孩出生之後 我老公就開始瘋狂的加班跟出差 不知道為什麼就剛好這樣 有一次是今年過年的時候 因為可能在過年前 我們去了一趟日本 回來之後老公變成要加班 他不能陪我回家 我就把我寶寶背在胸前 用背筋 然後提著一個行李箱 然後再提著一台推車 然後我就這樣子拎著這些東西 然後去高鐵 然後旁邊都很多全家大小 然後妳就一個人這樣 然後在自由座上其實很多 妳已經沒有位子了 然後妳就在那邊 也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有一個阿姨她就讓座給我 好感人 就是蠻好 她說小姐這個給妳做 然後我坐下來 然後跟我寶寶坐下來之後 她就這樣看著妳跟寶寶玩 玩一玩之後那阿姨就突然看著我 然後就對我說 妳一個人帶小孩很辛苦 不過沒關係 然後她有機會 機會是什麼 那時候一開始 還可以講出來好男人 對不對 那一開始 想要被聽 就是現在是讓媽媽被承認 然後想說什麼叫做有機會 可是妳想解釋 又覺得解釋有點多餘 對 那時候覺得當下有一點尷尬 然後回到家之後 大家看妳這樣大包小包回來 也會覺得怪怪的 就會問妳說 老公呢 或是妳怎麼自己帶寶寶回來 我就說老公要加班或什麼 然後到晚上吃飯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想 又預言又止那種顏色啦 顏色去 然後我奶奶就把我拉到廚房說 妳跟妳老公是不是吵架了 加班是不是借口 因為沒有人會再過年加班 對 就是這種情形會讓妳很無奈 然後也很無助 不知道怎麼辦 我老公也是長期在外地就是 對 然後呢 因為平常小朋友生病那些 對我來說一打二 我已經覺得很習慣 因為沒辦法一個人帶兩個 可是比較感傷的就是 因為我有一群 然後他們只要碰到小朋友生日 或是聖誕節萬聖節 就帶小朋友去派對 那一定都會爸爸媽媽 然後大家一起去玩 可是幾次之後 我就會覺得好像有點孤單 因為就是我一個人 然後帶兩個兒子 那剛好上個月碰到我大兒子生日 我就問我們家爸爸說 欸 兒子三歲生日 妳要不要辦一個派對 然後妳回來 然後我們一起 對 請大家來玩這樣 我老公跟我說 我老公都是那種冷冷放見心 他說 當然沒有啊 妳記得妳三歲生日在幹嘛嗎 妳不記得嗎 對 他這樣問我耶 然後他就說 反正之後 然後等到他們需要我的時候 我就會在他們身邊 而且我們家有四個人 難道每個人生日 我都要飛回來一趟 這樣不是很累嗎 好 我就聽到覺得 媽媽 那你心理工作加油 加油 可是男生真的好理性耶 對 我老公很 他會想說三歲以前 小朋友做什麼事都不記得 我覺得這是因為那個老公 他不知道自己錯過的事 像我老婆就很聰明 有時候老婆 有時候我們工作回來也是想休息 有時候老婆說 我今天想帶小孩去兒童樂園 妳要不要去 我想說兒童樂園 人擠人還要排隊 真的不想去你知道嗎 他以後就不去了 但是我老婆就傳很多 他跟小朋友很開心的照片 對 然後他們都吃了什麼東西 然後小孩親他 然後用影片我想說 我的天啊 我一定要去 對 錯過這麼多 看到那些照片我都會覺得 很好 然後有時候我老婆就說 我們要去哪裡 我說妳怎麼沒邀我 她說妳想去嗎 還故意 還故意妳想去嗎 我當然想要報名 對 你不是都在急診室嗎 那我建議妳 如果說妳老公都在外地 認真賺錢 認真賺錢 那妳就應該帶小孩去 認真花他的錢 對 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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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最孤單的地方 就是我在醫院裡面 發現媽媽一個人帶小孩來看病 而且尤其是常常來的 這種我覺得 他們就是 那種疲累感都在臉 真的 對 像就是每次週末的時候 我就會帶小朋友出去走走 然後只是光到附近 家裡附近的公園而已 就會看到別人有爸有媽一家 何樂龍呢 然後我就覺得 當下覺得好落寞 然後其實小孩也會有感覺 他就會說 那爸爸到底什麼時候 才要回來 然後有一次 就是大半夜的 之後我們就是母子三人在家 我們家哥哥就忽然過敏發作 就是除了全身都起紅症以外 還開始有點呼吸急觸 對 然後我就開始擔心說 他會因為過敏引起猴頭水腫什麼的 然後當下我就把我們家弟弟趕快叫醒 然後又拉著哥哥 就自己開的時候衝急診這樣 然後好不容易回到家已經早上了 那我就打電話給我老公 想說跟他講一下今天發生的事情 對 想說他應該會說 老婆你辛苦了 沒有 他就說 你到底在搞什麼啊 你自己學護理的 你連自己小孩子搞到嚴重過敏 都不知道怎麼辦 你到底在搞什麼 有沒有搞錯啊 然後我心裡就OS想說 對啊 我到底在搞什麼 為什麼要自己面對這些事情 為什麼要結婚啊 對 當下就會覺得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 正在老公的角度 你可不可以說說看 為什麼你可以丟老婆一個人 來做那麼多的事情 我能了解 因為我有一個好朋友你知道嗎 他是專門做專案經理的 所以他就有一個團隊 在跟他一起處理事情 那常常團隊出了什麼問題 他就 是責任制的嘛 這事你來負責嘛 所以你的事情 把這事 take care好啊 所以老公會把這種 在工作上的一種 應對的方式 把他對付家裡的老婆 他覺得這就是 這是工作嘛 他不是一個壞人 他只是把工作 跟家庭合在一起而已 這個 沒有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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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醫師你講句話 你應該如此好嗎 接力 其實他今天 他覺得很孤單嘛 對 他覺得沒有人超孤單的耶 沒有人 謝謝 這個 我要先說一件事情啊 因為我前幾天 看一個門診很有趣 這個 老婆 看完門產檢出去 老婆 老公特別留兩步 晚一點出去 回頭跟我說 陳醫師 你如果在節目上 有機會 多幫我們男人講講話 其實我女生很用心的 是啊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呢 其實多數的男人是用心的 可是也許 彼此的方法是錯的 我先跟各位講 沒人陪超孤單 各位覺得什麼叫沒人陪 不在身邊叫沒人陪嗎 很多男人說 我有回家陪他啊 你們誤會女人 女人要有 心靈的溝通 或言語的溝通 對 真的 但是各位要用心 你要慢慢 教大家一個小技巧 就是老婆跟你講話的時候 要 不能他講 然後你沒反應 這個跟講的是沒有一樣 要回應 所以就會沒人陪 但更重要的是 我教所有男人 還有事實上 女生要教換男人 我教兩個小方法 因為他真的不在身邊的話 其實有他的原因在 第一個呢 他說 你要用盡所有的方法 讓他知道 不賠你的代價 沒錯 那個 我舉個太太一個例子 大概是十六年前 我很快就學習到 不賠的代價 有一次早上 那時候 因為我富產科 傑森很忙 早上真的六點被挖起來 他說陳寶仁 你給我起來 我一定要跟你講兩話 那我說發生什麼事 六點要叫起來 我在我夢中 夢到了你跟林志玲約會 你來跟我解釋 你再講一次 這八道浪漫 我覺得 每個人都會有這種問題 這個夢 你在你的夢中 好開心 還是你夢到我跟林志玲 因為這有兩層 你知道嗎 對 但是我很快 我也懂一點心理學 我知道他心裡是很多的寂寞 於是我說 好啦 那你想講就講 但是我很累 我現在睡 不行 你現在坐起來聽我講 你現在不聽我講 我就去掛你的號 我預計我想要講的話 要一個拜託 好 那你如果不跟我講 九十分鐘我算過 你給一個病人五分鐘 我算過大概二十四個 二十四個人 我去掛二十四個號 所以我後來馬上 雖然腦袋不太清楚 我心裡 瞬間算一下 我們醫院那個掛號加總結帳 要五百九十元 他用別人的 我們又不能打折 如果用他的我還要打一點折 你知道嗎 五百九十乘以二十四 我算一下一萬多塊 九十分鐘除以算一算 那實薪九千塊 我馬上說 實際換一換一下 所以我就知道 我這樣起來一個多小時 賺九千塊 好划算喔 好划算喔 我跟街上划算 我當然就起來了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 聰明才智也夠 所以以後就知道 我們不用掛號 你就可以來跟我說 但第二個方法很重要就是 要讓老公知道 有些事情 錯過了就沒了 剛剛傑克講的是 而且男人心態會改變 我舉最簡單的 這陣子 五月四號 我兒子 小兒子有成人禮 其實小時候也有 小朋友也有那種成人禮 國小常幹那種事情 那以前找我的時候 我說 就跟剛剛三歲 妳知道要幹嘛 我小時候妹妹成人禮 也是長大 那我就不太想去 那後來這一次呢 我太太就特別跟我講 她就跟我說 這是國中部要辦成人禮 這是他們學校 很特別的傳統 妳要不要去 他們本來預期 我不會去 我馬上就說 因為我知道那個 所以我特別黏爆了 比金城武還帥現在 以前喔 以前我可能就是 就是 順便有空就去 沒空就不去 這次我是真的把整 整個停掉了 而且我還去 預訂了一家餐廳 因為我要去 教我兒子怎麼吃牛排 一個負責講解 牛排每個位置的滋味 另外一個 西餐禮儀要注意什麼 這就是 如果你的爸爸 陪他吃飯 是這麼有趣 而不是吃個飯 讓你們聊你們的事情 我們又沒事幹 又發送機 他會非常有趣 所以為什麼我說 其實不是我們不陪伴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陪伴 我們會覺得好無聊 那你們要懂我們的語言 有 有 他講這段有帥到 老實說 第一招就是讓他知道 不陪伴的代價 第二招就是讓他有事情做 安排一個活動 讓他可以主導 很開心 還有別招嗎 我覺得就是 寶然醫師講得真的滿有用的 因為我老公就是很 就是很常出差 然後很常加班 他出差的時候 就是因為要忙 有一整天的會要開 所以我常常 就是老公出去的時候 你會特別沒有安全感 然後常常就是 已讀不回 已讀不回這樣 久了會覺得很生氣 然後所以前陣子他就跟我說 我下禮拜又要去新加坡什麼的 然後我就真的不誇張 因為那時候已經很累了 然後他已經很多天都很晚才晚 我眼淚就當場真的流下來 他看到他就有點緊張 他又說 因為我就說你每次我都找不到你 然後我說我在需要你的時候 你都不在 我不知道我一個人跟寶寶 到底是為了什麼 然後他就安慰我說 你這一次再找我 我一定會馬上回 我都會仔細看手機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這次再找他 他說他又沒有回 然後我真的這一次 我當下心一痕想說 好 你說的你沒有做到 我就把他的卡 拿去跟我女兒去逛百貨公司 然後我去逛逛逛 然後我就看了一個包 其實我之前就很喜歡 可是我一直捨不得買 我就直接刷了那個包 那因為會有簡訊通知 所以代表價錢很高 會有簡訊通知 因為一定要刷 都有簡訊通知 那種 然後全自教訊 然後他傳簡訊說 老婆你去看看我的卡 有沒有在家 對 而且真的往後打電話回來 對 然後我就說 沒有 因為我剛剛在我買這個包 我說不是 那是我 我在買這個包之前 我有打電話跟傳簡訊給你 想要問問你的意見 但是你沒有回 所以我只好 所以以後 他都會回 對 Faco這招有用嗎 很有用吧 這招很有用 這招就是在 沒有人賠嘛 對 老公不賠你 所以你就花這個錢 讓自己快樂 所以我在那邊分享 我在結婚的時候 我爸爸給我一個小智慧 我爸說你要結婚了 我說對 然後我爸說 我跟妳講個故事 妳媽常常問我說 老公你看我買這件衣服多少錢 然後我爸就說 這個遊戲一點都不好玩 因為他從來都 猜不到這個衣服多少錢 這個智慧就是 你老婆 你以為她是要問你 一個什麼事情 她不是 她是想跟你溝通 跟你講個故事 所以你要花時間 在你老婆身上 對 要不然你會有第二件 第三件會一直冒出來 對 就是第二件 第三件的通知告訴你 她又花多少錢 對 所以你還不如花點時間 跟她聽聽她講點故事這樣 這很重要 另外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自己 就是怎麼樣 我老婆讓我去陪她 或者讓我跟她互動的方式很厲害 她叫我兒子錄音給我 就 我就一聽 爸爸在工作啊 爸爸你什麼時候回來 爸爸工作完就回來 她永遠都叫我的兒子 來跟我講這種話 然後我一聽到兒子講的話 我就會覺得 你知道就很想趕快回去抱抱她 然後更厲害的是 她會叫我兒子講一些 她心裡的話 比如說 你又在外面搞什麼東西 不趕快回來 我老婆她就很厲害 對 但她會叫我兒子講 爸爸 你又在外面幹什麼東西 不趕快回來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一句你本來會聽的話 發火的話 對 變成你兒子講 對 真的 然後媽就錄音說 爸爸馬上回來喔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你把你心裡氣你老公的話 叫你兒子講 就是叫小朋友 傳那個語音信息給老公 爸爸你不可以找阿姨喔 阿姨 阿姨 然後 爸爸就可以說 我心裡只有你媽咪 我不可以找阿姨 阿姨 阿姨 對 如果是老婆自己講 你不要在外面亂搞 我哪有亂搞 我哪有亂搞 真的 但如果兒子講說 我不會 對 你如果老婆用娃娃音 傳簡訊 你也會這樣嗎 但是老婆娃音很多次了 所以我已經喜歡 對 好吧 所以換兒子滿厲害 還有什麼哪一個妙招 我只有一個方法學 就是說 對著事情 好好做一次就好 我舉我一個例子 因為你要一個 不是很有情調的男人 突然變得很Romantic 我想所有老婆都會害怕 而且他如果變這樣的話 就知道他外面有愛 有愛 真的 但是絕大部分的男生 我們會學著進化 我自己舉我的例子 我太太她很重視 所有的生活情調跟節慶 其實都是她負責在慶祝的 我都負責參與跟謝謝她 那但是在去年的她的生日 我真的特別訂了一幅畫給她 畫喔 因為那時候剛好 我聽我太太在跟她同學聊天 她同學是一個畫家 然後油畫也還不錯喔 據說會增值 雖然我有點心裡在盤算 是這幅畫嗎 對 好漂亮 那時候我心裡盤算 因為她同學才四十歲出頭 離她要走還很久 所以增值的時間 稍微比較晚一點 但是我想 增值會再很久以後就對了 對 但我想說這個起碼是同學 我們比較好溝通一點 因為很少認識畫家 那這個畫呢我跟她溝通 我以前一直以為 畫兩個禮拜就好了 所以我太太三月十五號生日 我就差不多二月訂 我想可以搞定 殊不知這個 藝術家都很濫漫 所以我最後到九月多 在哪兒 真的假的啦 真的 因為這中間有一些溝通 還要培養情緒 她要醞釀 她腦子裡 她對我同學類 她的同學 就我太太的一些想法 好有意外 這幅畫送了以後 我這個從此以後 真的日子就非常好過 但這個呢 這種浪漫呢 就是好好的做一次就好 我常常覺得 對的是好好做一次就好 我們男人的浪漫 不太可能一直出現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一個浪漫的人 可是我們可以學習 你知道其實剛才有很多這個 這個Jacko跟陳醫師都有講到 你跟你孩子現在的關係 這個老公已經長大來不及了 但是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長大以後 變成是一個有貼心的男性 或是爸爸生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時候了 因為你跟你他 你跟他的依附關係 會決定他以後 跟親密關係的人的這個互動 而且從一歲半就看得出來 一歲半 一歲半 如果他跟媽媽的衣附關係是 我們就是有丟球 你接球 我丟球 你接球 我都有互動的話 那麼他將來 他在面對他婚姻裡面的那另外一半 他就會有比較安全的衣附感 如果說互動之間就是 獨立啊 你自己一個人哭啊 不要不負膩啊 你哭完再自己站起來啊 那他的這種衣附關係就會變得 好像 OK 就是像剛剛Jacko講的 他就很 果然就被你講得很獨立了嘛 就是事情 就是你的是你的 我的就是我的 我做好我的事情 做好你的事 那夫妻之間 如果他剛好另外一半不是這種個性 那就真的 期待的落差就會很大 可是為什麼要那麼辛苦 讓我以後的媳婦好過 沒有啦 你為什麼要有狗狗啊 自己都已經那麼苦了 沒有啦 沒有啦 那母親姐快到了 我們就一直聊聊說 其實我知道男生有很多辛苦的地方 對 可是媽媽你知道 因為我們節目叫媽媽好吃嘛 所以我們就要慰藉一下媽媽 那到底呢 母親節呢 我們老公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表達我們的心意 我們請到Jacko他非常會煮菜 要煮好吃的菜 給我們的媽媽 爸爸可以好好學一學喔 是什麼呢 今天要做的是什麼 很簡單一道 叫金紗鮮酥指針學 金紗鮮酥指針學 用起來好厲害喔 好帥 名字好厲害喔 我老公還喜歡吃那個鮮魚 對 但如果只是煎一個鮮魚 或蒸一個鮮魚 就感覺少了一點東西 對 所以說我們用很簡單的方法 用就指針魚的方法來做 然後旁邊再炒一個這種金紗 然後把它淋上去 就鹹香鹹香對不對 超可愛的耶 金紗 鹹蛋黃 鹹蛋黃 重點是真的很簡單 黃醫師 這間脫飽小時候 就很喜歡跳來跳去跳來跳去 我真的就白眼翻到樓上去這樣子 然後就我婆婆就跟我說 你這樣想 腳皮的小孩比較聰明 婆婆厲害 真的嗎 因為我只要門診 碰到比較好動的 我就說 只要門診來比較乖的 我就說 乖的聰明 見神說了人話 對 不過真的有這樣的研究 美國 他們就可能比較崇尚 活潑 有創意 要反抗 要問為什麼 另外一個是南太平洋的國家 包括一些亞洲的國家 他們就希望就是 聽話 乖巧 所以他們給他設計一個活動 讓他們去完成任務 完成任務完之後 美國還是覺得說 你看我的小孩子 活潑 所以他完成任務的過程 他比較聰明 這個華人 或者是亞洲人 就說 你看我的小孩子 這樣安安靜地做 把任務都完成 人家叫他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聰明 還沒完 他們在做自立車眼 自立車眼怎麼會騙人吧 自立車眼發現 結果發現 美國那些調皮的小孩 自立車眼比較高 亞洲這些安靜的小孩 他分數比較高 我告訴你 這個結論告訴我們什麼 騙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的小孩 最聰明 他知道爸爸媽媽媽要什麼 他知道這個文化 什麼是聰明 他就會 他就會跟著那個方式走 所以真正的問題 根本不在你的小孩 他不就厲害了 出生就知道我的文化是什麼 對不對 厲害 聰明 對 我們用很簡單的方法 用紙針魚的方法來做 然後旁邊再炒一個這種金沙 然後把它淋上去 就鹹香鹹香的 可以 金沙 鹹蛋黃 重點是真的很簡單 好不好 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因為新鮮的香菇 這是紅喜菇 我們先把它鋪在下面 這樣子 這個是紙 這個是烘焙紙 去哪買 頂好啊 或是那種普通的超市 全聯都有 它上面寫萬能烘焙紙 或萬能料理紙 現在非常多這種這種 都有 那我們一些薑片 薑片 放在這邊 還是你會煮飯嗎 我就是很簡單的 其實我應該是 被歸類為不會的 但是至少什麼煎個蛋 炒麵 煮個麵 或者是做個豆腐 豆腐還OK 對還會做豆腐 沒有做豆腐 放下來了 真的 好 那這邊我們把鋪 鋪在這個菇上面 你現在拿的是什麼 蠔油 來一點點蠔油 蠔油 然後一點醬油 醬油 然後一點酒 就是米酒對不對 對 米酒 清酒 都可以 只要酒都可以 只要不要拿黃酒就好 其實你的醬油 酒這麼多啊 不用多這樣 酒要多一點點 酒 蠔油跟醬油差不多 給它顏色 給它一個鮮味 它醬其實少少的 它都好多一點點 對 然後我們胡椒粉 先灑一點在上面 像這樣 鋪魚本來就很好吃 感覺很有味 鹽脂的 然後因為我們要紙鮪魚 我們這邊稍微先把它包一下 那包的方式很簡單 老公看一下 我們就像糖果一樣 把它在這邊捲一下 這樣捲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 因為我們還要再倒醬汁 可能會露出來 所以你這邊稍微把它浮一下 然後就把這個醬汁 就淋在上面 好簡單 我跟你講他很聰明 你看他這樣子 給鏡頭看一下 就像這樣 你看 他這樣很聰明 他先把醬弄起來 我看一般老公就把醬弄上去 然後就倒著 全部倒進去 醬領好就好 這是給它一點顏色 跟一些味道 是 這時候我們再把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捲起來 上包糖果一樣 對 好帥 老公如果在廚房這樣 就很愛他 對 很簡單很簡單 你看老公這樣都會做吧 對 對 好愛你喔 謝謝 好 小楊哥選擇你 小楊哥 要再自己放的地方再說 我們要做這個紫蒸魚 這個不用放任何的水 也不用放油 真的嗎 就鍋子乾鍋像這樣子 開火 放這邊 然後就把這個蒸魚放上去 可是是不是一定要選這種 不鏽 不沾鍋的這些 不用 什麼鍋都可以嗎 只是要加熱它而已 對 然後直接把這蓋子蓋上去 就像放到這邊去蒸它 因為這下面有火嘛對不對 待會兒這裡面有醬汁 有蠔油 就醬油跟清酒 它在裡面會有點像 類似在煮 然後外面又是熱氣在烘它 所以待會兒這個魚很快就熟了 大概三到四分鐘左右 那麼快 然後這個時間呢 我們就可以來炒製個金砂 是 那金砂我們要用得很簡單 就是我們用這個 早餐吃那種鮮蛋 金砂感覺很難耶 鮮蛋 鮮鴨蛋 然後剛剛呢 我們有一些菇沒用完嘛 因為我個人是很喜歡吃菇的一個人 所以我就會先把鍋 放這個熱鍋上面 我們先烘烤一下 乾煎一下 所以剛好一朵就用完就對了 對… 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把它煸到有一點焦痕 就是菇本身會有點焦焦的 鮮鴨蛋的香氣特別濃厚 但因為我們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在旁邊呢 順便再把這個蛋黃也放進去 就一起弄喔 對 因為我們要簡單嘛 對 就不用太複雜了 所以我就把菇位放進去 把這個蛋黃也放旁邊 因為它自己本身有一點油脂 然後我們要輔助它 更多的這個鹹香味飽 所以我們就加點油在這邊 蛋黃是不是很容易一下子就炒苦 蛋黃其實不會炒苦 因為蛋黃它是含油量 很比較高的地方 對 不要擔心是個蛋白 所以蛋白不要有焦焦的地方 所以讓這個蛋黃呢 跟這個油啊 產生一個作用 就會把蛋黃的鹹香逼出來 這邊就是我們所謂 或是以油引油 以油引油 對 好 而且其實有香氣了 有香氣 有香氣 很快那個泡泡就出來了 所以這樣非常非常簡單 所以老公一定可以在家試試看 這時候香氣出來 你就可以把 蒜頭倒進去 哇 好香喔 蒜香喔 好 口水大流 蒜頭下去了 我們就可以把辣椒也放進去 辣椒是選擇喔 對 如果是喜歡吃辣的人就 或者是如果要跟小朋友一起吃 就不要煎太多辣椒 對 這邊的菇呢 我剛剛沒有放任何的那個油 所以你看它的菇 其實應該有點焦痕 對 像這個 這個菇就有點焦痕 有 有 像這樣它就特別香 一點點燥味搭的感覺 一點點金黃色 它其實不是燥味搭 它是裡面的 就特別的香 好專業喔 好懂喔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 秋葵也放進去 切得細細的秋葵 所以這樣顏色很漂亮 對啊 因為它真的乾乾的嘛 可是秋葵會出一些汁液 對 所以就會讓這個 金沙比較多汁 好香喔 好香喔 真的很香耶 居然 好香喔 就到嘴邊炒一炒 還沒有加魚就超香的 好搭配喔 黃醫師那像鹹蛋黃 其實它那個 比較鹹一點點 你會介意小朋友的量 大概也是 對 它這一道菜是全家人吃 也才那麼一小杯 其實是處理 如果家裡四個人五個人 還好啦 其實這還好 可以了解 好 其實這道菜已經算是 百分之八十完成了 但是我們把它撒 再加一點點鹽 為什麼 因為鹹蛋黃本身的鹹它不夠 它就要有一點鹽 去把它味道調出來 好吃嗎 對 因為這個 有時候你做菜 雖然說菜本身食材有鹹度了 那為什麼要加鹽巴呢 就有點像我們畫圖 會拿一個麥克筆去勾邊 你知道嗎 對 這個鹽就像勾邊一樣 把它東西更立體出來 把它那個鹹度更凸顯出來 然後不會這樣 立體出來 對不對 像這老公一年回來一次就好了 來 我們來賺錢 最後呢 我們再撒一點這個蔥花 最後上上去 對 來 給它一點提香的酒 OK 對 帥子 怎麼哭水 想想看 這是家庫族喔 如果阿建老師或是小楊哥族 就未必那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紫真魚 其實這個魚很快就熟了 真的 真的熟了耶 怎麼那麼快 對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稍微打開來 再打開一點 好美喔 好美喔 鹹蛋黃 先把它鋪在上面 好強耶 好專業 這個水魚呢 剛剛下面還有一些菇嘛 因為剛剛蒸的時候 那些水分都在裡面 所以你待會兒吃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那鍋一起夾起來吃 而且你用光菇 就有兩種不一樣的味道 對 OK 這樣就完成了 對 金蝦先酥 只蒸水魚 好耶 好好吃喔 這個菇好好吃喔 對啊 對 而且金蝦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誰做 怎麼那麼好吃啊 這個人又帥 黃醫師 你學會了嗎 黃醫師 而且這道菜是 少數我們在棚內做菜 沒有快轉的 對 對 當場時間就是這麼長 五分鐘就不太晚了 你熟得好快喔 對 其實蒸水魚很簡單 對 然後金蝦它的味道 不會不太會走掉 對 它就是鹹蛋黃的味道 加一點鹽 對 然後加一點辛香料 所以這兩樣都是零失敗率 所以我覺得新手爸爸 或者是新手這個老公喔 可以下廚可以先試這一道 然後很有場料 再過幾天就是母親集了 也希望老公如果有空的話呢 然後下廚做一下 其實很不難對不對 對 而且會強迫小楊哥 就是母親直接做一道菜給我 加油 阿建老師一起 還是算了 去吃外面餐廳的 好 在家你最不想做哪一件家事 那我洗衣服 你開玩笑吧 我 洗衣服 我還長怎麼會洗衣服 你會不會在你洗內褲 你不知道洗衣服有多麻煩嗎 你很怕洗衣服 我非常怕 而且洗衣服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你要擋在那邊 從你收洗衣服 洗衣服 不是 從你收集衣服開始 你就要為它 一心一意地去做了 你要去找衣服吧 我一心一意 一些髒的衣服 亂七八糟的衣服要收集 收集完之後還拿下去 然後洗衣機裡面去 然後放進去 我不知道洗多久了 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洗完之後你還要把衣服 拿到樓頂去 去曬衣服 你看中間要花多少時間 我們有多少黃金的歲月 就浪費在這上面 所以這件事你完全就外包了這樣 沒有啦 還是我太太在洗 外包給老婆 但是應該是沒在做家事的 我覺得 對啊 還是有 是多啦 但是有些答案我看了 都覺得有點不爽 哪一個 什麼 楊皓如碰水的事 我真的很適合 我沒有討厭什麼家事 就不要跟水有關的 那就是 什麼家事啊 什麼東西耶 我想不出來 不是喔 如果你們科技人 大家科技如果可以想一個 方法都不要讓我碰到水 我就可以 譬如說以前 如果是手洗河邊洗衣服 媚娘洗衣服 我就不行 但現在你是把乾衣服 丟到洗衣機裡面 按一個鍵讓他洗 那我就不會討厭洗衣服啦 可是他喜歡有點濕濕的 所以我不是討厭 所以你就要馬上烘乾 每次都說我不要 我真的在碰水我不洗 然後我老公就說 你不行 那我就幫你買手套啊 對不對 聰明啦 對 他會自以為跟黃醫師一樣聰明 是 聰明宰哥 對啊 還是要解決問題嘛 對 但我跟你講 戴手套更噁心 因為你的水會從手套裡面 這樣 對 你本來只是手濕喔 你現在變成手是悶在那種 臭水溝裡的感覺 加上一些油漬菜渣 都留在這裡面 你整個手拿出來是更臭 對 那我就是不小心 譬如說切大蒜的時候就會 怎麼把手套就是劃破一刀了 怎麼手套那麼容易破 怎麼那麼不小心 然後手套裡面又會積水 那每次洗完以後你就要晾乾 因為它裡面內外都有水 對 那晾乾到下一次要洗碗 它還沒有乾的時候 我就又不能用 那我就又不能洗了 可是之前為了洗碗 我也是幫你買了 你知道有那種 不用碰水那種 長餅式那種洗碗 對啊 結果它還是每一個都可以寫 可是我手還是會撕掉啊 反正不管一做什麼事情 它都會有理由啦 那其實說這個身為老公 我們幫他做做洗洗碗 他不喜歡碰水 我幫他洗碗 這是沒有問題的嘛 沒有問題的嘛 只是說幫他洗就很不喜歡 他已經在旁邊盯著 然後還會碎嘴 已經幫你洗了 還在旁邊 對 已經幫你洗了 然後你還在旁邊睡著 說都說西的 我們很正常 我小孩現在還在用奶瓶喝 但我們是喝鮮奶 所以他喝完還會剩一點渣渣 那一瓶拿出來之後 我就會過個水沖一下 放在旁邊 而且他看到了 他說 那你為什麼不順便洗呢 就是拿個那個奶瓶刷刷一刷 然後放到那個消毒鍋裡面 消毒一下就好啦 那你為什麼不能一次做呢 然後我就說好 那我認了 我一瓶洗我就拿去烘了 然後拿去消毒 我就想說做完了嘛 搞定了嘛 不能講話了嘛 結果呢 他說 都是水 你看弄的都是水 你要不要擦一擦 順便洗下 沒錯 不常不一樣啊 順便洗手 OK 我覺得順手啊... 順手他在抱怨什麼 比較合理啊 你戴一些像我忘記了 他是不是大姐頭 戴一個容易喔 後面他就粗粗帶就這樣 對 你在旁邊就這樣 我洗手台洗好以後 他就說 老司爐這邊還有一點油漬 你要不要擦一擦 好快啦 不是 水以外現在手上又都是油了 其實就是他自己做事 細心一點 不要弄得到酷酷水就好 我覺得他就是一直幫我 時間排好我排滿 你知道嗎 我在弄完我想說 可以坐著看一下MBA 看一下籃球了 對 結果我就聽到他 在房間裡面跟小孩說 爸爸洗好久喔 洗個奶瓶洗好久了 爸爸都不跟你們玩 就去找爸爸玩 你真的太誇張了 哪有 我只是 我沒有說爸爸不跟你們玩 我就說 他就在逃避了 好可怕 他小狠 所以我覺得我家事 我都還是喜歡做 不過不喜歡做 他叫我做的事情 好 剛才這一副 這個三娘教子的氣勢 到底老公真的在家裡 是零用處嗎 老公在家 有多費 什麼事都不會做 只會洗衣服耶 家事男 我原本想說嫁給家事男 還不錯吧 可是他洗衣 很熱愛洗衣服的程度 是到那種有一點瘋狂 他無論是那種 早上八點起床 或者是加班到十一點回家 他都會那種不分青紅皂白 大人小孩衣服不分類 全部就是倒到洗衣機裡面 洗好洗滿 問題是他洗了之後 他是不會折衣服的那種人 然後他每一次一洗完 你知道洗完烘乾之後 都是那種拿那種 賣場的那種大型購物袋 裝滿這樣一袋 一袋...的 然後一到假日 然後他可以從早上 比如說八點 洗到晚上 半夜兩點他都還在洗 真的耶 他要洗衣服了吧 你知道嗎 他有一次洗了 大概五大袋以上吧 然後他洗完之後 就放在我面前他就說 你現在開始折衣服 然後我想說 你會洗衣服 那你為什麼不順便 真的好誇張喔 你剛剛不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這真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你家幾個人口 你家四口 你知道那幾百件 你不要分多久 我家四口 我一整天我就折衣服耶 然後我就會抱怨 我就跟他說 那你會洗 那你好歹也幫忙一起折吧 然後我老公就會當耳邊風 對 然後就留我一個人 在那邊折衣服 愛上洗衣服 愛上洗衣服 有潔癖的男人 但不折 湘涵呢 我覺得老公對於折 我老婆都非常有一套 像今年過年前 我就想說 過年是不是都要大掃煮嘛 然後我就跟小斌說 那我們就一起來 趕快把家裡這個亂的東西 把他整整 他是去台東幫他朋友餵羊 我知道 一星期嘛 對 餵一星期 然後我就說 東西這麼多難道不用整理嗎 他就說 我跟你講 你跟我去 回來我們再一起整理 然後我就覺得他這話 完全不可信 因為回來就要過年了 然後他這種人講這種話 被他弄得亂七八糟 要整理偏洋早就整理了 怎麼可能還跟我說 去完一個星期回來整理 所以我就說不行 我就跟他冷戰 去了之後我就想說 好 沒關係 我整理完我自己心裡爽快 我就帶小朋友 從那個玩具區 客廳 餐廳到房間 我都把它就是 每一天整理一個區域就好 我們的任務就這樣 很棒喔 然後跟小朋友說 這個家是大家的責任 大家都要一起整理 整理好整理 這樣我們兩個整理嘛 整理整理 我想說他回來 看到家裡變這麼整齊 應該會就是 心裡覺得很慚愧 然後再也不敢弄亂 他回來之後呢 一開門 什麼話都沒講喔 然後就開始 我就看他從門口 襪子 牛仔褲 外套 就一路走過哪邊 就開始丟... 那個路徑 全部都是他的這個衣服 身上的配件 我就想說 你就看到家裡變這麼乾淨 不認識要做記號嗎 就這樣子 整理得乾乾淨淨 被他那種亂七八糟 我當下真的很想覺得 跟他說 你幹嘛不一輩子待在台東 餵羊 跟羊一起生活 不要回來了 我告訴你 如果真的可以一輩子 待在台東餵羊 那你去... 你去... 我覺得他講的太偏果 你知道嗎 不是 你知道 這個房子 一個禮拜不整 不會死 但那個羊一個禮拜 他們會餓... 不會餓死耶 你知道嗎 有道理 對啊 現在真的要講什麼 講話要三點 不是 真的 因為我是覺得那個 我們大家可以撐那個機會 然後到那個台東去 享受好山好水 那個大自然的那個好風光 回來再整理好東西一樣 而且你剛剛講的那個好像 姨父我都沒有建樹 我只會破壞一樣 你是啦 錯的 我跟你講絕對錯的 看一下我上面有多少東西 都是其實我平常會做的家事 來 有些什麼 我在 你看 廚房 大家都知道 廚房的都是 我在負責 我在煮菜 買菜 洗菜 煮菜 然後這個洗碗 這個流理台 這個瓦斯爐通通都我弄 客廳也是 還叫掃地之前掃地 也通通都有 浴室 洗浴室 你給我拿出來講 然後衣服的 我也都還是有洗 洗衣服 曬衣服 通通都有辦到 我繼續尊重你 我讓你講完 但是這個製作單位是什麼 是人生中覺得 記憶中曾經有做過的事情 還是孟婆她喝之前 這個記憶沒有消掉 有做過都算嗎 你好意思唸得那麼多 不是 我跟你講 哈雷會經多久來一次 76年 他76年 都已經75年沒來 你不能說他不在嘛 他來過啦 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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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嘛 等一下 現在不想愛的地方 對啊 請這樣不開飛 我可以理解他列出這麼多的原因 因為我也尊重他 就是他曾經是 生命中是有做過這些事情 生命中三百個主演 但是做過幾次 他的那個週期 是不是像哈雷會經這樣 這麼久 就是他自己定義嘛 那我就講像 家裡的桌子 茶几 我就喜歡那個客廳的桌子 就乾乾淨淨 就找東西就很清楚 然後人家來家裡 就不會覺得桌上很亂 可是他就是有本事 一回來口袋裡的那個 什麼鈔票 發票 垃圾 配身紙 就先放一坨 然後拿出來的信 然後信箱 樓下拿上來的信 就這樣放 然後打開來呢 有用的信 沒用的信 就全部都堆在桌上 所以已經完全看不到 桌子的本人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 有時候在家默然回首 看他坐在客廳 我就想說 他到底存在這個家的意義是什麼呢 對我來說 他在家裡功能 我也有一張板 就是 很簡單 煮飯 滑手機 看電視 這個比較真實 真的 早上煮完飯 就坐在那邊滑手機 中午煮完飯 就開始坐在客廳滑手機 晚上煮完飯 就是換到房間 躺在床上滑手機 其實基本上就是 地點改變而已 那事情的內容都大同小異 而且你們知道 他除了打電動之外 有一天很誇張 就是半夜我就聽到 外面客廳傳來很吵雜的聲音 就很像菜市場 很多人在講話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大半夜的 外面那麼吵 我出去 你們知道他在幹嘛嗎 他在用手機看一個直播 賣法拉利 我 他看了兩個小時 廉千億有沒有 廉千億有沒有 賣直升機的 賣勞斯萊斯的 賣一大堆錶的 別人分享一次拿不到 分享五次你就拿到了 他很喜歡講這句話 我覺得他絕對是 很可憐的對手耶 真的耶 他都認真 你認真 沒關係 我們看醫師怎麼說 我今天來上這一集是 很抬頭挺胸的 因為你可以這樣做家事的啊 真的喔 你也戴了一張錶耶 很抬頭 你現在比較做形象 沒有... 碗都是我洗 我小朋友七歲以前 早也都我洗的 真的喔 不過歸納起來 就是比較不做家事 大概最常見的就三種 是 第一種就是所謂的 父全型的先生 也就是說 他通常出生於那種 傳統的家庭 他對男女的印象比較刻板 他覺得男生就在外面賺錢 然後家事當然是歸於女生 所以一般這種就是 他比較會... 不會負家事 只會 付一張嘴像大老爺一樣 就是第一種 父全型的先生 是 然後第二種 也許就像小兵兄一樣 就是說 是自我中心型的 他會幫忙做家事 只是說他做的家事 不見得是老婆預期要的東西 對 那這中間的問題就是說 你如果有更多的溝通協調 其實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第三種就是所謂 冷漠型的先生 就是說他對於就是家庭的 情感投入比較少 所以他覺得他要負擔的責任 比較有限 他覺得說 也許我錢拿回去就夠了 那家事他自然就冷漠不關心 就是不想做 這是最常見的 不做家事的幾種類型 對 其實我有改變 我最近看了一個微電影 就是一個岳父到他女兒家去 結果看到他那個女婿 坐在那邊動不動 他的老婆一直在那邊洗衣服 然後在那邊照顧小孩 一直忙來忙去的 後來他爸爸心裡就很難過 就很難過 說 原來他以前也是 也是這樣子 所以讓他女兒那麼辛苦 然後讓他的丈夫 養成這種習慣 我看了那個之後 我後來就幫我老婆洗碗 就根本是你是兒子 你兩個兒子 也是啊 規定都要洗碗 以後 之前都是這樣子 就是規定你們要洗碗 你不能讓你的老婆以後 那麼辛苦 對 他有踏出這一步啦 所以他講起來有點弱 所以我還是來 所以從這以後我就 找我老婆喜歡 我還是來勸善 有啦 要改變啦 其實自己也要改變 因為我們常常用情緒 來代替情感 用情緒來對話 其實不對 要用情感 家事很愛力 不是 因為我看我老公在做家事 我常常會覺得說 看他拿起抹布來擦 會覺得就是很感動 就是的確就是 對 就是他果然也是會學習的 然後也會覺得很不錯 但是在繼續看他做下去之後 因為他都說我會在旁邊看 所以繼續再做下去之後 我就覺得 就是有想要 有想要把我們整個家 不知道是炸掉 還是毀掉的那種感覺 譬如說在他的 就是在他的那個觀念裡面 眼睛看出去 反正只要是布料 就是都是同一種東西 用途都一樣 所以擦琉璃台的 擦砧板的那個布 就是一樣 什麼意思嗎 就算我們的 就算我們的後陽台 亮了好多不同顏色的布 這對他來講 不管擦哪一個地方的 擦琉璃台的 擦陽台的 擦地板 對他來講 就是有需要就隨便抽一條 擦 浴巾也是 不管這個浴巾 今天我是掛我的 他的妹妹粉紅色的 哥哥的藍色 他老大高興愛拿哪一條 他就拿哪一條去擦 那是拿比較乾的那一條 對 你現在也可以擦 你就不拿你自己的 都掛好了 對啊 然後所以我們家 時不時就會傳出一種 那種不知道哪裡來的 要不然就是尿燒味 那種是一種 瀰漫在整個空氣裡 就是一點火就會爆炸那種 然後後來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子 後來我終於看到了 因為我老公他就拿著好繩托 他在托地 然後現在托一托 托一托 然後妹妹呢 可能有尿布 地上有尿漬 他這樣嚕過去 然後嚕過去的那個好繩托 上面都沾了尿的 擦一擦 擦一擦 繼續放到好繩托裡面的 踩一擦以後繼續這樣 到處脫去 他還可以把拖把好繩托 拿起來當藏餅刷窗戶喔 很好用啊 這樣 一托到底 都是一桶水對不對 萬能都 一桶水 都一個托法 上面也可以刷一刷 對 電視櫃底下 也可以戳一戳喔 然後再拿起來 就全部都一樣 這個不能怪我啦 因為好繩托 沒有辦法放到洗衣機洗 那其他的那些抹布什麼的 你擦完唇還是有洗 送去洗衣機洗一洗 太重到洗衣機去洗 對啊 就是這種東西都是 所以我們家是有時不時 茶機上會有一些 或者是哥哥那些腳臭 因為有時候哥哥下課有沒有 小學生腳流汗 踩在地上 那我們有時候會去拿布拆 他這個東西可能也會拿來 擦廚房的那上面 所以就是整家的那個味道 就說哇 驚喜 好啊 你要反駁一下嗎 對 是 其實這種東西 是因為我做的事情 實在是 太多了 你們大人大人 你也做了一張腳 沒有 這個機械講 是你很不容易 沒幫你出出的 我跟你講 事情做太多 你這事情就會做不好 事情就是要 做得磚 好不好 你看這樣的機器 擦地 掃地 吸地 擦桌子 倒垃射 換床單 除塵滿 全部都要我來做 小孩也要我 洗澡 哄睡 說故事 然後還要修燈泡 做水電工 換水管 幹嘛的 然後連他的手機備份 都要我來搞 然後連出國去玩 整個行程的安排 機票 住宿都要我安排 從小到大 還有 你只要完美 對 沒關係 還要完美 你只要完美的工具 不是 你說真的 就是像 你看做這麼多東西 像譬如他 浩如有時候晚上從高 對 你看我四點去接小孩放學 你晚餐時間還有一點時間 你不能拉回家 回家就一定看iPad 或看電視 帶他們去學校或公園 跑一跑 好乖喔 跑完以後馬上吃晚餐 晚餐吃完回家馬上洗澡 然後洗完澡準備哄睡 睡覺 對不對 然後哄完他們睡覺 然後垃圾車來了 這樣全部我等於是 整個六個小時 都沒有我自己的時間了 對 那我也很累 那當然就可能陪小孩睡覺的時候 就不小心睡著了嘛 結果他可能十點 十一點 不知道幾點回來 通告回來 就 你幹嘛 很累嘛 我想睡覺 他就 然後我說幹嘛 他說 你做事情出來 你出來出來 客廳我來 十一點耶 我就去客廳 怎麼了... 老婆 辛苦了 算帆 辛苦了 你不要緊張 小孩的聯絡簽都沒有簽 他就簽個聯絡簽 他現在就不高興 你知道嗎 百咪一書 那我從四點坐到十點 累到睡著 打呼 結果竟然是因為 聯絡簽沒簽 我的名字 徐 再加個日期 我就說我今天整個晚上 就等於沒做事 這樣嗎 這樣事情要做 他不是說老公沒有耳朵 耳朵長皮包嘛 我覺得老婆他們眼睛都 還是真的被皮包都被灌起來 而且爪哥 你這樣講完之後 我真的想問 然後如 你在家有做家事嗎 沒有... 因為我工作比較累 對 沒有分工合作很合理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去工作對不對 他們也在工藝 對...我們也在工作 我們一夜工作 工人跟兼工的就是 對啦... 對啦 因為我老婆也在媒體工作 他有時候會值班到十二點 一點 所以從五點半接小孩之後 就都是我的事 是不是 對 然後呢 我曾認為有洗衣狂 所以我也會洗衣服 怎麼會洗衣服 這樣子啦 但我只要對於那種 有一點味道的衣服 我就會趕快再洗一次 因為我不喜歡身上有味道 我覺得身上比較好 結果洗完之後呢 洗完之後我就拿去烘 因為我們洗頭烘嘛 但大家如果有做過家事都知道 烘得太兇會縮水 對 所以你不能烘到全乾 你烘到全乾就完了 所以我就 很自以為是的烘到半乾 然後把它都掛在房間 然後我開冷氣 這樣就比較不會烘得太乾 太縮 結果呢 我一點左右去接我老婆下班 我就跟她說 你有沒有要吃東西 她說 她很累 然後我就說 那我們回家 結果她看到房間 冷氣沒關 衣服還沒折 她就說 我在外面努力工作 你在家裡就是 電不會省 不會關冷氣 衣服不會折 然後就整個晚上不知道在幹嘛 好美食耶 對啊 你怎麼在家過那麼爽 這真的耶 然後看來的時候你看到我爽 就之後 因為沒有欠聯絡本 因為你想說要一點點貼心 可是老婆以為你沒有關冷氣 然後她還看我的臉書 她說你下午就吃下午茶 對啊 因為她的臉書真的 因為她工作是跟美食有關 真的每天都看到她吃 下午就過去 下午會換去台湾會 真的 可是我不曉得她們是真的 掃一根筋 還是故意擺爛 這個界定就很難界定 像我老公我就不曉得為什麼 他就是 不知道 繪畫 牢牢的意思 我做那麼多 我做那麼多 我在心裡的時候 我都還要比個愛心裡 真的 你怎麼會比愛心啊 又愛啊 很久啊 又愛發病 對啊 我還回她這樣耶 對啊 那我這樣 我就直接覺得 那是薩諾斯吧 只要是她負責 譬如說今天是顧小孩 或是幹嘛的 今天妹妹要上個廁所 她就說爸爸 我大好變了 幫我擦屁股 妹妹可以叫個十分鐘喔 她都無動於衷 然後他們就會 他們只要改叫說 會自創 媽媽 對 她就只要 但小孩子都只要叫一聲 媽媽 我大好了 我們就會馬上 對啊 沒錯 然後所以我有時候都會說 妹妹 妳為什麼不叫爸爸呢 然後妹妹就說 爸爸又不來 他們都是這樣 然後我有一次也是在燒水 然後我們家是那種燒水 那種嗶嗶壺這樣 嗶這樣子 然後我在房間裡面顧小孩 我就 然後那一次我就是有點忍不住 因為那個嗶的聲音很刺耳 而且是 尖銳 而且是晚上了 這樣嗶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我這房間 她在客廳 這樣怎麼樣也是 她去關嘛 以那個距離來算的話 對 近的人也要先去關吧 然後想說 好啊 那她不去 我就來跟她比 然後就這樣 又水都生乾了 講說 哇塞 她可以死 她就鬆 她有真的受不了 我就直接就衝出去 然後把她關了 她走回來的時候 我經過她面前 我就說 妳沒有聽到嗎 她就說 有啊 有啊 那妳為什麼不關 對 我就說 那妳為什麼不關呢 她就說 妳可以關妳為什麼不關 等一下啊 就是這樣子 好帥喔 就是這樣 跟梁靜如界的勇氣是不是 對 所以我一起來都會 這會很猛 我跟妳講 其實 男人對於高頻的聲音 接受度比較低 真的假的 所以這是 這個是有根據的 就是為什麼男人 學語言的時候 那些氣音啊 常常發音 會沒有女人那麼標準 因為我們那個 高頻的聲音 接受度 會沒有女人的冰淡 所以男人明明電話在旁邊 他亮他不接也是 因為他沒有接受到高頻 所以以後你們要把那個 那個電話聲音 攝影音 攝影音 真的喔 難怪什麼電鈴啊 郵差啊什麼 低鈴鐺 永遠都聽不到耶 所以電鈴沒有 但是如果那個郵差 過後 她就聽得到 過後 因為她就聽得到 所以宋哥講話 她老公都有聽得到 所以宋哥 低鈴鐺 出來了 難怪 因為小孩子的叫聲也是高頻 對 老婆罵也是高頻的 對 我幫你們加分了吧 太好了 不好意思 我覺得你今天很棒耶 今天都在聽我們講話 聽花人來講到令蔡醫師的 很多爸爸都在講說 我們在家裡 很大的貢獻 很大的貢獻 怎樣 其實醫學上的研究 確實喔 其實每個人在團體之中 也會 就比起客觀的調查 跟別人的評語來講 其實他們有時候會 過度地強調 對對不對 第一個回憶不可靠 第二個每個人都會強調 自己的重要性 所以有時候我們的 如果我們的努力 不被肯定的話 有時候我們可能 自己稍微想一想 就是說我們做的 是不是家庭裡面 共同所要的 是不是太太所要 這個是我們可以想一想的 不過我想反過來說 就是說 當然我們的另一半 就是說 他跟我們提到說 我在家裡有 很努力的時候 事實上我是覺得 各位好神媽媽 還有電視前面的犀利人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換個角度 就是說 你可以給他愛的抱抱 或者是 肯定他一下 其實愛的力量很強大 因為你的肯定 肯定他接下來會做更多 那像這樣我抱一下 或是給他正面的加強 這算是一種 能夠鼓勵對方的方式 還有沒有哪些 讓對方可以自動自發 幫忙的方式 其實我想心理學上 最只要就是有 幾個理論跟技巧 就是剛才 就是黃醫師講的就是 第一個 他就是所謂正增強 因為先生 如果有目標行為出現的時候 我們給他一個他想要的東西 就會增加他這個行為 然後第一個副增強就是說 當他目標行為出現 我們就減少一個他不要 譬如說他今天洗了碗 我覺得你洗得很好 好 那晚上不用倒垃圾 這就是所謂的副增強 就減少一個他不要的東西 或者你剛剛提到說 晚上回去加訓的時間 那因為今天碗洗得好 你可以把它叫出來說 就是副增強 不用玩點名就對了 就不用玩點名了 好慘喔 然後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你說洗了碗之後又再 順便把地拖一拖 這就叫懲罰 就當我做這個行為 又多了更多我不要的 更會排拒 所以這個東西 然後第四個叫削減或消滅 也就是說 當目標行為出現的時候 你不理他 不要給他 他要的回饋 今天譬如說他擦了桌子 他本來希望你的稱讚 結果你跟他說 你看 你做事就半吊子了 這樣就會 他會削減他的目標行為 所以如果我們要先生 多一點要的東西 我們就是 然後做不好 明確地告訴他 你可以給他懲罰 如果他真的今天不希望 下個禮拜 扣一千塊 沒有啊 今天這樣子我跟交狗一樣 他交狗一樣 其實 其實其實人的行為 跟各種生物師都一樣的 就是我們會受到鼓勵 行為會變多 受到懲罰 行為會變少 我真的我覺得 這個可以應用在很多的地方 尤其是老師 因為我看到這個 我就想起我的孩子 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他們寫功課 然後要查生詞 那A老師就說 你反正有查 字越多就加越多分 這就正真搶 然後我兒子就超認真 每天都是四五個成語 這樣一直寫的 B老師呢 他大概沒有學到這個 他只是說 如果你今天有寫那不錯 但是寫了以後 他會去挑裡面的錯字 所以你寫得越多 就扣越多分 就變成我女兒的作業 就變成他造詞 只造那種 因為這樣 最安全 少做 少做 不錯 這個就是給予不想要的事 你寫得減少他的行為 我寫了就被扣分 我就不寫 對 好 那剛才其實 我們都可以感受到 老公的用心 有啦 但偶爾有的時候狀況是 老婆一眼就看穿 就另外一半 其實是在擺爛 我覺得呢 男人還有一件 很不可取的事情 就是 你知道嗎 就有一陣子 我的手就受傷了 然後就是 然後沒有辦法這樣抬起來 那沒有辦法抬起來 當然沒有辦法去晾衣服 此時我老公自告奮勇 就跟我說 寶貝 沒關係 你這陣子手受傷 這些什麼晾衣服 曬衣服 你就交給我 很棒啊 是不是好像很Man對不對 然後我就想 我就像老師一樣給他鼓勵 然後老公好棒喔 交給你 謝謝這樣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人呢 他做事就給我做一半 那時候他去晾衣服 就 衣服都晾好了 我想說這很棒耶 然後我想說我去看一下好了 結果你知道怎麼樣嗎 他老兄呢 把他自己的衣服呢 晾得公公整整 每一件都這樣 砰砰砰 但是抖得很爽 你知道嗎 對 然後很平整喔 襯衫什麼 只是他沒有那個折線喔 然後呢 我本人的衣服呢 每一件裙子就這樣亂掛 洋裝亂掛 然後每個都皺在一起喔 然後那個T恤 也是整個就是皺成一環這樣 我就說 大哥 你是怎樣啊 就是你 你怎麼就是 把你自己的就是 抖得這麼高興 然後我都沒有弄 然後他就想說 因為你們那個女生的衣服 很難弄 我不知道那個裙子 那個袖子 有什麼砰砰的袖啊 哪一面正面 哪一面白面 因為設計感那麼重 對 然後他就說 這個設計感這麼重 我已經 那個抖都過了 是負一抖還在幫他 對 他就說 我看不懂這樣子 我就想說 好 算了 算了 你願意做 我就已經覺得好棒棒 OK 那我就不要就是 老 不要責怪他 結果後來呢 你知道就是要收衣服了嗎 他說老公可以去收一下衣服 應該也差不多晾乾 好 我去收 你就不要動 不要坐著 就覺得好貼心這樣 結果他就去收衣服 收完之後 想說怎麼衣服這麼少 結果搞半天 他只收他本人的衣服 就是你知道 他沒有衣服等你收好 對 我的衣服就是你知道 整個就晾在那邊 完全沒有收 然後說 不好意思 就是我的衣服不用收嗎 然後你知道他回我什麼嗎 他跟我說 你衣服這麼多 等你收好了的話 都穿不到那件衣服 所以 對 對 就會想說什麼態度啊 就是你知道我覺得 男人就是很自私 他們就是呢 雖然做了事 但也是做自私的事 那其實爸爸有沒有想要反駁 因為我很努力 想要做什麼事情 可是只有被 另外一半嫌到臭頭過 有 我就是要進廚房 幫他洗碗 結果呢 因為你洗碗有時候 有些地方或東西沒弄好 那你就想說 先幫他把東西先規定位 都規定位完之後呢 就開始洗碗了 其實他突然跑進來 他說他那個什麼 什麼東西在哪裡 那個鍋碗瓢盆 還有那個什麼中低 高筋的麵粉 再加上他那些什麼用具 我根本搞不清楚啊 我只知道 全部把它塞在櫃子裡面 裡面有它的邏輯的 你雖然想幫忙 有時候是幫到嘛 因為我老婆拖地 是跪在地上 真的還假的 我傳統 而且他分三道工序 為什麼 他還有一個就是 他每年 無法釀造 每年冬天的時候 他會把一些柚子皮 橘子皮收集起來煮 那個柚子皮 因為那是最香的一個 對 對 你們拿一個有做 他們假裝都有這樣做 你好意思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這個工作很多 他希望我幫他去 有一層的那個地 去幫我 要清地 不只是掃地而已 因為有時候會有灰塵 或一些髒東西 那好 我就幫他 結果我想說 就是清清地地板 很簡單 就拿一個那個毛巾 弄濕之後 放在地上 兩腳就去戳 這就是最簡單的對不對 然後邊看手機邊戳 然後就弄完了 你要學拽歌 比個愛心也好 心動 因為他上來有點不高興 為什麼 因為其實 你清地板有很多 第一個 你要先把那個灰塵掃掉 對 第二個 你要清水 要清一遍之後 才能把那個 那個香的那個清潔劑 那個沒有化學污染的清潔劑 再放在那個布上面 還什麼 它真的很費工 所以 認真 我跟你講 聖明激進這四個字 絕對不是隨便得來 憲哥 你是不是年紀大的 這個睪固農下降 怎麼男子膝蓋都不見了 什麼 尊重 沒有 尊重 愛是愛 對 我老婆講說一句話 她說 你們敢說 是老婆講的還是你講 她講的啦 講說有她在的地方就有愛 那你想想看 你回去你聽到這句話 是不是很感動 新聞就真的架到一頭 轉哥 我跟你也適合 有你在的地方就有障礙 就變成障礙吧 這好感障礙 真的 事情就是我們那時候 跟我爸媽一起住 那時候我們住在一起 她就說 老公 那個衣服在烘衣機裡面 你能折嗎 所以變成是我最適合 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一聽就覺得 她講的這個理由 這麼合理 我能說不嗎 不能 不行 不能嘛 所以我就折了吧 她就折了 她說情甘情願的折 很開心嘛 對不對 開心的折嘛 對不對 才疑 你不愛心又滿 單手折 對不你嗎 好痛的她 結果隔兩天 就被她媽 問嗎 她說 原來是這樣 我的身材有這麼差嗎 她敢懸駝駝駝駝駝大 不是 我就說 粗心要粗心嘛 這種粗心我覺得 就是你男生偶而折 對 會啦 分不出來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當然就說 好 沒關係嘛 粗心下次改進就好了 那我第二次就是 在折的時候 我特別簡單 每一個拿起來檢查這樣子 倒光 然後看一看那個 什麼 倒光 為什麼他倒光 看一下設計感嘛 然後你可能比較有 時尚的感覺是浩武的嘛 然後再分一下 這次就沒事了 對啊 對 結果隔兩天 為什麼 他說我的 運動內衣為什麼在小孩的 那衣櫃裡面 我說我的胸部有這麼小嗎 妳都會接了 妳怎麼那麼了解 對啊 大姐嘛 然後我們真的好難取悅 不覺得這很可取嗎 我在她心中就是這種 她為什麼 差這麼多 這內褲的款式 我每一件都是維多利亞的 拜託 那個怎麼可能會放錯 就剛好那時候去美國出差 我媽也是維多利亞的 對啊 後來我了解我老公之後 我是會因材死角的 因為後來我會發覺 既然 既然你叫到那種 沒有腦子的人 去做一些動腦的事 這是不成立的 這我們自己要反省 那後來我發覺 我們家其實浴室 因為我們家老公浴 然後最近不是美雨季節嗎 有時候那個雨 像上禮拜 下一整個禮拜的 然後我們家的浴室 就會很容易長那種 黑黑的在牆壁上 石磚縫 對 然後洗手台旁邊 什麼浴缸旁邊 那個東西我就怎麼沖那麼掉 然後我就派他 我就跟他講說好 那今天你力氣比較大 然後你就在裡面 就幫我刷這個東西 幫我把那些刷乾淨 不然浴室你怎麼看都很髒 對 然後你都會感覺 就是一股叫沒味 還是幹嘛的 對 對 他就是拿牙刷 戴手套他也在那邊刷 然後刷一刷 他就刷了個兩三天 我怎麼都不見起色 可是我覺得那個東西要處理 因為我懷疑 小朋友常常洗澡的時候 都會摳摳 弄弄 然後我怕那個東西 懷疑就是我小孩子 如果譬如說這種天氣不穩定 美雨季 常常跑診所 去找個科醫生什麼 或是因為這些 有接觸到的這些影響 那就不能不處理 就沒辦法 所以我發現其實美雨季 包括那種比較潮澀中 黴菌其實就會增長很多 那這些對健康 是真的有很大的影響對不對 對 黴菌是這樣子 其實黴菌這個 它是我們這個 對人體健康的影響 像糖尿病的病人 或是他 癌功能缺損 或老人家 這些病人 他可能就是真的會影響到 很嚴重的黴菌感染 比較常見的就是說 另外就是 那表現的皮膚病 像最有名的就是 這個就是黴菌引起的 那另外的話 他就是在這個過敏這方面的話 他其實 我們台灣最多還是成蠻低的 但是他黴菌他是排第二 我曾經有一位病人 他大概是二十到三十歲的 一個女性 那他就是本來其實 就有一個過敏的問題 可是他在某一段時間 他就開始 一直不停的發作 而且他過敏到 他除了一般都有這個 鼻子 流鼻水以外 他有一些皮膚過敏 有時候會震發性的氣喘 對 那有氣喘的話 病人一般都會咳嗽 所以他其實影響到 他日常生活 因為黴菌的過敏 其實跟你的生活環境 關係很大 後來仔細跟他討論 他後來發現 他其實是因為潮溼的關係 他有很多黑霉 對 所以他其實都沒有注意到 後來回去就請他 從這個黴菌的這個 防護下去做處理 他過一陣子 在幾個月後問他 他這個過敏 他就離開了 過敏的治療最好的方法 就是原理過敏原理 病人最常問我們醫生的 就是過敏跟這個呼吸道感染 就是感冒 到底要怎麼區分 對 因為他們都產生了發炎 你要把過敏跟感冒 它是做一個基本的區分 第一個就是 你過敏比較不會有疼痛的症狀 可是你 所以你如果發現 你有除了這些 呼吸道的症狀的話 你又包含了疼痛的部分 那你就要去找醫生了 看是不是有什麼 其他的問題 因為大家其實 很容易把過敏跟感冒搞混這樣 對 而且我覺得 黴菌這個東西 我覺得應該是 每一個家庭或多或少都會有 更何況有些人 很多人的浴室 是沒有通風 對外的通風吵 對 更容易 對 那種更容易說 什麼所有的潮濕 你洗完澡 全部都悶在裡面 刷完牙 那個全部都是濕氣在裡面 然後還有季節的影響 那其實因為他後來 刷一刷逃走 那我自己也有資格去刷刷看 我發覺那個黴菌 廁所那個黴菌 真的是很奇妙 譬如說他這樣 你會發覺刷到後面 有一些擴散出去的淡淡的 也許你可以刷掉 但它很多有一個中心點 那個東西你刷不掉 那個東西就是黴菌的根喔 我覺得黴菌這種壞東西 黴菌它就是會一直長 你會把它除掉 不得了 我跟大家推薦一下 因為我現在找到一個 非常省時 省力 除黴菌的方式 除黴菌 清潔菌 清潔菌 真的啦 它真的是 眉根啦 真的喔 我跟你講 我定 真的耶 因為它使用非常簡單 然後大家不要說 我加那個黑黑的 好像不是啊 我跟你講 黑黑的通常你就有分 你那種用手就弄得掉 那通常就是肥皂的污垢 是 然後小孩子的汗漬 那種很容易就弄掉了 但是這種黴菌 就真的要用 專門針對黴菌的 那因為它是日本研發 所以它其實可以 滲透力很好 你只要噴 用噴的喔 你一邊噴一邊 手比愛心 這樣都可以喔 你就這樣子 我懂 然後你會發覺它的泡泡 它不是一般洗潔劑 清潔劑的泡泡 一般洗潔劑的泡泡 就是那種水水 然後這樣子讓它流下來 不是 它是非常綿密的 然後你就會感覺 它會可以生入到你的 就泡泡在吸它就對了 對 你會生入到 譬如說你牆壁的毛孔裡面 然後去徹底的這樣包圍它 消滅它 然後其實也不需要多久 你就停個三到五分鐘 那麼快 對 然後你一個禮拜就用一次 你就停著 超明顯的 不用刷 不用刷 妳不要刷 拜託 然後你看我們家本來是 就之前我們家那個洗手台的邊邊 這個東西就是直接噴上去 然後一個禮拜一次 一次就三分鐘 三分鐘之後你直接 你直接用清水 把它沖掉就好 你手完全不用碰到 也不用刷 超明顯的 然後左邊是黑色的 對 然後 左邊那個也是我們 就是浴室裡面的磁磚 是牆壁上的 那那個磁磚縫 因為它也比較高處一點 所以其實 你有時候那個濕氣這樣往上 它也都會堆在那邊 然後你要怎麼刷那個地方 根本就刷不到 其實你就是站高一點 然後這樣子噴它 它很棒 它很棒 在那邊上 不用刷 對這就是很吸引的 我跟你講你的手連水都碰 我不是說我很碰 水都碰到 你就拿那個蓮蓬頭 你就是最後就把它沖掉 沒錯 去梅根 可是像可以是 如果不想這些黴菌 才害家人的話 我們會建議你怎麼做 第一個 所以我們要減少 黴菌的這個傳播 第一個就是 你不要濕 所以我們希望建議 你就是把家裡的這個環境 可以把這個濕度 弄在50%以上 所以你要常開除濕機 可是廁所 廁所 對啊 太難了 隨時保持 通風 乾燥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你黴菌 它其實有兩種生病形式 剛剛一個就是 孢子的生病形式 一個就剛剛那個 剛剛講的就是 所謂的梅根 就是它其實就叫 菌絲 我們居家的話 就要常常開空氣清淨劑 把孢子的部分把它濾掉 孢子其實在概念上 就像植物的花粉 那菌絲就像植物的根 所以它這個 你想想看 我們植物的根 它會一直往旁邊長 為了它吸水 可是它對這個 梅菌其實也是一樣的 所以它一直鑽 你在臨床上 你看那個香糖酒不好治療 也是有類似的問題 因為它會一直鑽 你好溫馨龍喔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你就是定期長期 就每個禮拜一次 因為它也不花你什麼時間 然後也省時又省力 然後你就是從一點點的時候 就開始消滅它 對 所以一週一次 就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們一般是建議這樣子 就是你 就是剛剛有講 已經提到 第一個定期嘛 是 第一個定期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久治 你每次在噴的時候 你要給它放一段時間 這樣你才可以確實 把它那個黴菌的細胞給破壞 另外一個話就是 我們建議說 你在清潔劑的選擇上 如果說它是有泡沫的 因為它可以鑽進 深一點的細胸 是 對 如果說它有泡沫的話 你就可以完全 把這個黴菌的 這個除了才會乾淨 因為黴菌剛剛的意思 最強調它難防護 就是它會鑽到很深 是 了解 對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息 沒錯 那我們這一集做家事方面 也就是說 我會建議各位好神媽媽 就當各位好神爸爸 在洗一碗的時候 洗到快完的時候 就放一個 第六感生死戀的那個 MELODY 好害怕 然後放下 下去 然後說 你是不是很久 保證他們在愛情 吹出之下 會把它碗洗得更好 甚至把它整個房間 都整理好 那我 陳醫師 心靈的老公會嚇死 對 我真的會胃 他就胃了 他肌肉不好 他就胃了 那也希望我們這一集之後 就是大家 加速能夠分配平均 大家感情能更好 這樣 就像陳醫師講的 用鼓勵 然後代替批判 然後或者是 就像新文哥講的 家禽是講愛的地方 不是講理的地方 我們選對好的工具 然後選對好的老公 變成工具人 我們就要給我們 做好的家禽 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記得上我媽媽 老師很大 希望我們做物動 就有機會 送到我們精美Holl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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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你有沒有希望 你的女兒以後的工作 是很多元的 就是 你知道我們現在 都男女平權嗎 你會希望說 你不一定要做那些 很典型的女性的工作 像護理師 或者是幼兒園老師 這一類的 而是希望她能夠 框架能夠打破 更大 當然啊 希望對不對 那你怎麼做 我怎麼做 我很放任耶 我就跟她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 就是口頭上讓她覺得 對 只要不要有太危險的東西 就好 對 我教你一個方法 因為加拿大那個 哥倫比亞大學 他們就有一個研究 就發現說 如果家裡面 爸爸有在做家事的話 他的女兒未來的職業 這個種類就會很多 這個也有關聯 對... 這個就是騙爸爸 做家事的好借口而已 對 但是她那個是 真的有研究顯示 真的嗎 因為對傳統的家庭來講 會覺得說 男人就沒有做那麼多家事 家事就是女性在做的 所以這個傳統的思維 如果在這個家庭的環境下 也是如此的話 你的女兒就很難 被你的語言說服說 其實不會啊 你其實女生 你想做什麼男生的職業 都可以 要去當兵也可以 對 都可以 對 但她發現當父親這個角色 在家裡扮演傳統女性 會做家事的動作的時候 她說 對耶 其實家事男生可以做 女生也可以做 那同理可證 我未來的職業 對 以前那種男生的那種 這種職業我也可以做 女生的職業我也可以做 我就不會被性別的框架 綁住我的未來 好有道理喔 謝謝 學起來好方法 換做家事爸爸